持續來關心國安局特勤人員夾帶上萬條私煙案 一方面北檢追幕後的主導者 另外一方面外界有聲音指控 陳菊的人涉入特勤走私煙案 不過陳菊昨天終於露面了 他強調如果任何責任他絕對不會逃避 也呈現國安局校校吳宗憲並不是自己人馬 已經報警處理抹黑造謠 高雄市長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出席2020總統大選 不過支持他的粉絲卻接連做出一些比較衝動的行為 先是跟郭台銘的支持者發聲口角 接著痛歐對方答了人卻不道歉 另外在高雄激進黨發起的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行動 也被韓粉騎車試圖衝撞致攻 國民黨的中評委就呼籲希望韓國瑜要好好約束韓粉 藍綠總統參選人已經就定位了 接下來選戰要怎麼打呢 歷拼連任的總統蔡英文在10月的時候會成立全國競選總部 而新政長蘇貞昌從8月開始也要下鄉來拼選戰 立委選舉方面被點名接班立院龍頭的副院長蔡其昌 昨天舉辦了新書發表會 包含了陳菊蘇貞昌還有蘇嘉全都來站台給足蔡其昌面子 家長注意了今年教育部首次開辦2歲到4歲的育兒津貼 8月1號開始的這個新學年就適用了 而符合補助資格的人每個人每個月可以發放2500塊 台積線在桃園復興鄉32.5公里處發生了山崩的意外 還好當時沒有人受傷 研判應該是連日大雨導致這土石的含水量是比較高的才會崩塌 而搶修之後昨天終於開放小型車輛通行了 但是公路總局還是提醒最近常常會有午後雷震雨 提醒大家還是避開這個路段 然而在好雨過後要特別注意淚鼻菊桿菌 在高雄有個53歲的男子他有糖尿病跟高血壓病史 前幾天高燒到42度他的左肩紅腫疼痛就醫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感染到淚鼻菊引發白血症差點喪命 醫師就說連日大雨或是水災之後 會把土壤裡面的淚鼻菊桿菌帶出來 免疫力比較差或是身上有傷口的民眾容易受到感染 要特別注意 還記得21年前跟蔡振南一起拍汽水廣告的非洲人嗎 這一位來自非洲剛國的依逢 他當初是從北京來到台灣念書國台語都很流利 因此被藝術團的團長向眾讓他站上相聲舞台 現在還成為台灣第一個非洲的相聲演員 說學逗唱非常有才華 下面這位法師也非常的厲害 傳佛法竟然不是用說的而是自彈自唱 這個另類的法師呢他叫做明海法師 十二年前剃度出家 不過他從小對音樂就有過人的天賦 在人生事業的黃金期他一人放棄了一切決定出家 現在用音樂還有風趣的法語 讓大眾找到佛法的快樂 他還被稱為是佛教界的廢語情 下週三就是七夕情人節了 2019大道成情人節活動也要登場 主門單位現在公布了這煙火秀的模擬畫面 我們帶你搶先看 而經典的煙火比較特別的是他會搭配經典情歌 一共長達480秒 想要近距離欣賞煙火的話 也有這五大熱門賞景地點帶你來看看 鏡頭轉到香港一個多月以來 每個週末都會發起反送中抗議活動 而這個抗議的強度也越來越大 甚至還針對代表北京政府的中聯辦而來 為此中國國務院也特別召開記者會 首次由港澳辦發言人來回應 他是力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甚至還稱讚香港警方忍辱負重 可是面對記者問到是不是會出動解放軍呢 他要記者自己去看法條 可以聽到中國國務院記者會 肯定港警的作為是忍辱負重 而且定調反送中行動其實是暴力行為 不過港警清場的粗暴手段全球都看見了 儘管警方一再強調是示威者主動挑釁 可是從陸續撲公的影片都可以證明 香港警方的執法手段似乎太超過 然而現在也有許多台灣人都聲援香港的反送中行動 在高雄街頭就有載台港生要募集安全帽 希望可以寄回香港送到前線保護香港人 但那幾天竟然募到了破千頂的安全帽 還收到了10萬多元的捐款 這也讓港生看到台灣民眾 以實際行動替香港加油打氣 令他們非常感動 傳進來的最新畫面 中國又發生了化工廠大爆炸 這一次是在江西的南昌 江西南昌這間化工廠原料倉庫 29號白天突然大爆炸 現場爆出了驚人的火球 有40年歷史的美國加州大蒜節驚傳槍響 整起事件還沒有落幕 有一個目擊者就說是看到了一個白人男子 不分青紅皂白對民眾來掃射 當地警方說截至目前為止至少有三個人死亡 其中包含一名6歲的男童 另外至少有15個人受傷 而有一名槍手已經被警方開槍擊斃 警方現在懷疑還有另外一名共犯 南亞因為最近雨季的關係 好多地方都淹水了 巴基斯坦也是這樣 不過當地有一名記者因為報導水災而爆紅 因為他整個人快被水給淹沒 直露出一顆頭還有一隻拿著麥克風的手 觀眾看了都替他捏把冷汗 好來關心天氣 今明兩天太平洋高壓持續偏強 天氣是比較穩定的各地陽光普照 熱在台東還有恆春半島一帶 會有斷斷續續的降雨 而午後在山區還有靠近山區的地方 可能會有小範圍的雷震雨 氣溫方面各地高溫都可以來到33度以上 特別熱的地方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園、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以及花蓮 氣象局特別發布高溫黃色燈號 有機會來到36度 此外線指數也都偏強 盡量不要長時間在戶外活動 而後天星期四開始太平洋高壓北台 這南方會有一些低壓帶 是比較靠近台灣的 水氣也增加了 大溪環境會變得不穩定 包含了花東地區跟南部 容易有短暫鎮雨或雷雨 午後雷震雨的範圍也會擴大 預計會一直影響到下週一 原住民族日的彩繪列車正式起跑 為了紀念1994年8月1號 山包正式證明為原住民族 原住民委員會他們今年跟台鐵局來合作 推出了這樣的彩繪列車 行駛期間只有三個月 提醒鐵道迷要把握機會 10年前2009年的8月8號 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患 當時水淹南台灣高雄成了重災區 其中賈縣的小林村更因為這樣被滅村 還奪走了400多條人命 走過莫拉克相同歷經了多年的艱苦重建 10年後我們華日新聞團隊帶您重返莫拉克災區 要看見台灣如何從悲痛中站起來 展現最動人的生命力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趕快帶您來關心7月30號有哪些新聞重點 國安局特勤走私燕品案持續延銷 匪險在昨天兵分兩務展開偵辦指導國安局 而且密訓了這團購名單中的20人 另外一組人馬則是首度提訓在押的示威官張恆佳 現在還傳出將會約談包含華航董事長在內的三位高層 要救出真正的幕後指使者 家長注意了為了搶救少子的話 8月1號開始 2歲到4歲的幼兒如果沒有就讀公立 非營利或準公共化幼兒園 而且符合資格者 每個人每月可以有2500塊的育兒津貼 並算他以上還有3500塊 預估全國大概有40多萬名幼兒受賄 而天氣消息要帶你來關注 今明兩天各地都是晴到多雲 有機會出現36度的高溫 不過週四開始高壓勢力減弱 午後雷陣雨的範圍擴大 氣象專家還預測 星期四開始會進入颱風耗發期 在西太平洋 預期會有很多的擾動發展 有利於颱風生成 可能會有兩到三個 8月中旬前後要特別留意 站在普悠瑪翻覆事件 台鐵在昨天召開考成委員會 決定司機員游振仲的27人的懲處 台鐵低調地說 依法是不得公開決議內容的 但根據了解 游振仲被記了一大過兩小過 而且廢除了他的鐵路駕駛執照 國際消息要來關心 香港反送中世衛再升級 有網友號召在下週一 8月5號全民大罷工 還要在全港七個地方集會 而現在有大批的港鐵車長 他們不滿管理層級 處理元朗白衣人攻擊事件 醞釀在今天的 上班尖峰時段罷工 說是要塞爆港島 而巴士也將會 以慢速行駛來表達支持 回頭來關心 嘉義有一家在地的 老字號輔具公司 他們自創品牌 而且強調設計感 現在還替產品注入了 這個時尚元素 在全球的輔具市場 打出了一片天 而產品現在也外銷歐美多國 深獲肯定 一年的營業額高達3億元 繼續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你來到嘉義水上香的工廠 來看看它成功的背後 付出多少心血 帶你來關心歐美股市 最新的收盤行情 先一起來看到每一股 道成工業指數上漲 上漲51.47 最後收在27192點 納斯達克指數上漲91.67 最後收在8330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0.25 最後收在1593點 歐國的部分 英國金融市報指數上漲60.01 最後收在7549點 德國法蘭科夫指數上漲57.8 最後收在12419點 巴黎建設工會指數上漲32點 最後收在5610點 國際金價跟油價的部分 金價上漲7.2元 最後收在1426.5塊 油價的部分上漲0.88元 最後收在57.08元 充滿錢來關心天氣 今明兩天太平洋高壓持續偏強 天氣都是比較穩定的 各地陽光普照 最後在台東跟恆春半島這一帶 會有斷斷續續的降雨 而午後在靠近山區還有山區的地方 可能會有小範圍的雷震雨出現 氣溫方面各地高溫在33度以上 特別熱的地區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園、嘉義、台南、高屏地區還有花蓮 氣象局也發布了高溫黃色燈號 有機會來到36度 各地紫外線指數都偏強 盡量不要長時間在戶外活動 但是後天週四開始太平洋高壓北台 南方有一些低壓帶會比較靠近台灣 水氣增加了大氣環境會變得不穩定 包含了花東地區跟南部 容易會有短暫震雨或雷雨 午後雷距雨的範圍也會擴大 預計會一直影響到下週一 新聞之後帶你來到俄羅斯的莫斯科 來看看民眾自己揍飛機 舉辦趣味的飛行比賽 同時也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祝你一個愉快的一天 我們再會